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关负责人Pascal带着我走进了太阳马戏的流动城堡 看到大棚上的22面国旗了吗 它代表了神秘人剧组的工作人员 我们有120个工作人员来自22个国家 下午3点 德国伦的演员踩着滑板来到了现场 进入了太阳城堡 十多年前我就在家乡加里福尼亚的圣摩尼卡看过神秘人的演出 它就成为了我的梦想 为了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进马戏学校刻苦学习 现在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神秘人讲述的是小女孩Zoe 无意中戴上了神秘人给她的一顶帽子 于是进入了一个奇幻旅程 虽然演员在换 但是马戏团自给自足的最高原则却没有变 这次太阳马戏带着表演所需的所有家当 横渡大洋来到上海 750吨的设备里 甚至包括了表演盆外的小板凳 这是一个理念 一个设计 当然我们可以在上海买到凳子 但是我们要的是 让买票的观众一进大门 就完全进入我们的世界 Pascal所说的我们的世界真是一应俱全 包括有五个大小特异的大棚 还有票房 厨房 学校 办公室 仓库等等 餐厅可以说是演员们聊天休息的好去处了 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这里的学校 因为马戏团里的小演员不少 所以到哪儿总也不难耽误了学业呀 在太阳马戏团有四个中国女孩 这里就是他们的学校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他们在这里需要上中文课 我们看到在墙上有他们写的 住院上海演出圆满成功 这是他们的照片 中国女孩所表演的狗空竹 是从1996年加入太阳马戏的 因为在95年法国举行的巴黎杂技节上 北京杂技团的节目《抖空竹》 一下子让太阳马戏的负责人眼前一亮 眼前的这四个女孩子 已经是来自中国的第六波演员了 训练大棚里 大家都在各自的区域内进行训练 互不打扰 Corey也正坐着热身 他说每个人每天都定点定时 进行训练和排练 生活特别规律 旁边碰着球的Patrick也来自美国 他是Corey的好朋友 我在节目中演Zoe的爸爸 也是杂耍节目的闭绝 他们有人受伤或有其他情况 我就会顶上 所以你只能在一部分的演出里看到 看不出一个演闭绝的 都训练得那么认真 一遍遍地练习 大汗凌厉 听说太阳马戏旗下的三千多名演员 有的是奥运冠军 有的是舞蹈家 有的是杂技金小丑奖的获得者 是不是因为来到了杂技的故乡中国 所以倍感压力呢 不 我们可不是杂技 也不是音乐剧 不是摇滚 我们就是太阳马戏 是对所有这些原作的重新演绎和组合 Corey所用的道具 是个重50公斤的大铁轮 他说 这是源自于德国的一个体育项目 所以叫做德国轮 每天他都要花上30分钟适应场地 因为空气里的湿度会影响舞台的摩擦系数 如果掌握不好 就会影响正式的演出 这里的观众很懂杂技 但是我们给大家的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感受 突然 Corey停下了训练 邀请我到台上去看看他的大轮子 不过他说 得先系紧鞋带才能上台 真奇怪 原来 是让我去滚德国轮呢 要是他翻过来了怎么办呢 看着办吧 试一试 OK 我觉得我可以找到平衡点了 哎 晃着真舒服 下次要是你在表演中需要一个搭档的话 一定要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 你的表现真不错 谢谢 下午五点 Corey准时出现在训练大棚的化妆区 每天他都要花上一个小时给自己化妆 再准备一下 演出就要开始了 演出开 一、二、一、二、一